前些天做客了三刀老师的音频节目 他是喜马拉雅音频社区 长期以来汽车领域的第一人 很高兴跟他在小米发布会的当晚 聊了100分钟 这里我做个简单的节选 30分钟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节目年前在忙 没有时间专门去谈一集小米汽车 但是很多朋友在私信和评论区 最近一直在让我聊这个话题 那我就把这个剪辑的版本 作为企业点评系列今年的第二期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这一期百事全说 我是三刀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咱们的主题是小米汽车到底有什么亮点 那么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 今天录制的时间也是小米汽车当天发布会结束 晚上的9点半 那么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依然老师 那么我们就直接切今天的主题 小米汽车 我们先说一个比较泛的话题 就今天发布会 依然老师有没有看 有有关注 对没有全程的看 但后来都把它复盘了一遍 因为这是不容错过的 我今天也是在雅克什 今天下午试驾 也是一个长途试驾 试驾过程当中 我就坐在副驾驶上 用手机投屏 在其他品牌的车上 一路看着小米汽车的发布会 然后后面还坐着品牌的产家领导 然后在一起还聊这个车 那么先想问一下依然老师 你对发布会整体的产品介绍 你是什么感觉 首先说一个非常直观的点 我现在已经累积了至少有6个人在问我 依然小米发了个叫SU7的车 你怎么看 有我以前小区的邻居圈外人 有国际公司车企的人 有本土品牌车企的人 有新媒体的人 有广告公司搞营销的人 还有券商 各路神仙都有 其实这么多新车发布 很少有一个车会有这么多人突然就来问你的意见的 因为对吧 这是个新媒体时代 谁不能上网看看呢 你一定是对某个东西非常有兴趣 你会在你的朋友圈里找到一个人 然后你一对一的想跟他判谈一下 这个产品确实没有那么创新 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你可能会情不自禁的感觉到一点点失望 因为我们都记得大概在21年的3月 雷军好像做了非常动情的演讲 在动情的演讲当中 他动情的表示 人生他最后一次创业 赌上他的生涯积累的一切的名誉 某种程度上 你是期望这个人变出点魔术来的 但我觉得今天大家没有看到魔术 这是第一印象 曾经我也是对小米非常迷恋的一个年轻人 你不是果粉吗 我肯定是果粉 但问题是12年前我买不起苹果手机 可能 那时候会觉得iPhone你还是挺贵的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 小米1小米2的手机 带给这个行业的这种震撼 和那个时候 它某种识破天津的能量 但我想说这些年 这种识破天津的能量 如果你把它套到汽车行业 其实是未来带给大家的 是理想带给大家的 是小鹏带给大家的 甚至可能是部分情况下 华为在过去两三年带给大家的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能量被消耗光了 大家的那种受刺激的 那个信用卡上的额度已经透支的差不多了 然后轮到雷老板出厂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为他的情怀买单了 所以雷老板现在的发布会 不得不变得更像昨天晚上前一天 我在杭州目睹的极客的发布会 这种发布会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能再跟你讲一个人无我有的东西 我只能跟你讲一个人有我有的东西 而且这种人有我有很多时候是那种97对98 显示你一分的这种感觉 那带给大家的刺激感是不够的 大家总是对于像雷军 华为这些行业外的野蛮人 对于魏小李这种创业公司 大家会抱有期待 尤其是你的第一次中央发布会 你的第一款中央新车 但是我们理智一点来看 雷军他不是十几年前的雷军 小米也不是十几年前的小米 对吧 今天他杀入的行业是一个中场休息的行业 上半场打完了 他下半场才加入足球比赛 而且这个公司今天也不是一创业公司了 这公司都对吧 市值都是千亿级 公司都是数万人 然后都已经拥有非常庞大的知名度 生意都做到全球去了 今天你指望这个公司 再突然把自己变成跟魏小李一样的创业公司 也强而所难 对吧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大家在这件事情上 会有一些感情上的误会 这种误会是合理的 但是他也非常容易被我们消化 我这样子插一个题外话 你说他之前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去致敬 然后致敬的是这些开拓的品牌 是吧 魏小李 比亚迪 然后后来吉利的老总 杨总杨学良 就发了一个微博 就是致敬 他到底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普通消费者 没有领悟到的含义 你作为一个圈内人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营销手段 还是比较高级的 这个互联网公司会做营销 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种舆论中 游泳和拨杀 这些其实是他们比起传统的 大型汽车公司 很大的一个优势 一个独特的能力 对吧 我觉得昨天的致敬 就是他们再次去运用这种优势 然后这个事我一分为二 我觉得他做的好的地方 就是在你还没有出一台车的时候 你就把前几年汽车行业 电动车行业 最有流量的品牌捆绑了一遍 然后这个捆绑 你用了一个致敬为理由 让大家也不太方便说你点什么 对吧 其中的好几个品牌 还都有勤的回复了你 实际上就让公众 把一个一台车没造的品牌 和一些已经造了几十万台车的品牌 瞬间就捆到了一起 实际上你就占便宜了 对不对 这有点像什么呢 大家看那个叶问那个电影 对吧 叶师傅刚到那个南方去 他想开武馆都得去拜码头 其实某种程度上 雷军就用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段 在自己还立足未稳的时候 就先把码头给拜了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事情 不说有见考虑吧 至少有争议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显然忽略了很多 为中国电动车行业 立下了很大功勋的人 实际上在中国卖电动车 卖的最多的世卫小李 是华为吗 对吧 我认为都不是 比亚迪当然卖的很多 但是你比如说上汽 你比如说吉利 包括广汽 这里有很多的公司 他们其实售卖过更多的车 他们做电动车历史 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 就是好像这件事情 有点后此薄彼 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同学 你转回到一个班上 然后那个班上有60个孩子 其中有6个人 成绩比较好 你来了说 嗨 哈喽 我是新来的 我好谢谢你们 6个人欢迎我加入 我很想跟你们一起玩 其他的54个人怎么想 难道你不应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致敬 我认为这里要致敬 是不是不应该那么贤贫爱富 对 怎么讲的 应该讲是我致敬最有流量的几个品牌 应该这么讲 我认为这可能是吉利集团的高管杨学良 在微博上后来反复不耐烦的一个动机 对吧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家都知道小米汽车背后可能有一位高人 叫胡真男 对吧 尽管可能名义上他不是小米的一员 但反正坊间大家都说 他是从吉利研究院跳过去的 还有媒体的文章说叫一个价值10亿的跳槽 就这个跳槽本身就被当做一个重大的公关事件 在这个行业里发酵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极客007又赶在昨天27号发 然后小米只有一天的时间 我们很难认为这些事情当中都是偶然的 可能就有这种火药味 就这种真相对硬刚 真相对硬刚 对吧 再补充一点 其实我觉得致敬这种事情 你讲出来最好是让人感觉就特别的真诚和可信 最开始你会觉得昨天他首先打了户外广告 然后今天到了这个发布会里 你又发现好像又致敬了很多保时捷和特斯拉 然后这个车的长相又好像很致敬保时捷的Taycan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要致敬的对象有点多 那到底是想致敬啥 就是每个品牌某种程度上 你有你自己的真正的灵魂 如果你最相信安全这件事情 你说你致敬沃尔沃 如果你最相信运动这件事情 你致敬保时捷 其实大家都会理解你 但是现在我就感觉致敬稍微有一点点烦滥 但是我再次把这个话给拉回来 就是从在商言商的角度 我也非常可以理解 因为我认为小米客观来讲 它并不是从第一天起就自己定义和坚持要做一个 比肩奔驰宝马这样的高端品牌 一般来讲你做很高端的品牌 其实大家除了要求你有强大的产品力 最好还有很强的原创性 然后还有比较强的这种品牌道德和独特的品牌价值观 甚至要求你有一定优秀的历史文化 这是大家对一个典型的高端品牌的诉求 但是大家会对经济型的主流大众的品牌 有这么高的要求吗 通常就不会了 小米现在这个定位 确实也是面向大众面向普及的 所以我感觉它的做法就是流量型做法 我流量要尽量扩到最大 然后我产品的性价比尽量做到最多 然后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观 其实我认为还是一个性价比的价值观 并没有让人能够感觉到 它在某件事情上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信仰 对是这样子的 我们接下来能不能简单把这个车 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 要不我们俩先猜猜价格 或者说在猜价格之前 我们先可以说一说 就为什么今天这个发布会 就感觉已经是开水烧到了99度 就差那么一度了 他干嘛就不今天不把这个价格说出来呢 那想问问依然老师 你估计这个车大概卖多少钱呢 你的定价的理由是怎么判断的呢 我觉得是准旗舰 准旗舰 准旗舰 就是大概从5年的周期来看 或者3 4年的周期来看 这个车我认为可能是 旗下接近旗舰的一个作品 你可以认为在它的价格带里 按照这个0到100来讲 我认为这个车已经是它 可能价位带在80%的作品了 这么说吧 我认为他们出了一个小米14 但是以后它有余力的时候 它可以再出一个小米14 Ultra或者小米14 Pro 就是真正的更旗舰的一个车型 我认为这个车的价位 是1999到2999 1999到2999 400伏 对我认为它就是 对吧 一个是20万 然后主力的中配做到 比如说25万左右 然后它的顶配 四驱超级性能版 整个30万左右 我觉得这就是小米的策略 小米现在它很清楚 它自己是下半场才来踢球的 上半场整个就没踢 它不可能真的那么拖打 我认为很多人会容易误会的是 它先做一个很高的 对吧 再慢慢下探 没这个时间了 没时间了 对 我个人感觉 就是它的客户的定位 应该是相对比较偏年轻化的 你觉得小米汽车 就我们俩这种年龄 开这个车子会不会有一点突兀 有点像我们这个年龄 开一辆私欲的感觉 我要非常谨慎的措辞 但总体来讲 我想表达一个观点 我认为任何人 可以在任何年龄开任何车 结果我认为你可以对 任何东西有兴趣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非常 对吧 强的这种自由的个性 这是讲个体 但我们讲统计学的大规律的话 一个品牌的总体的气质和定位 会影响它总体的人群 我会觉得小米永远不可能脱身 它的母品牌 因为它的合法性 它的品牌的势能来自于它的母品牌 它的母品牌是在过去十几年间 售卖过上亿部手机 售卖过可能数千万台 这个彩电冰箱 各种百货 的这样一个品牌 那个品牌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广泛的社会里 是什么样的心智跟定位 那么它的车更多的是继承 而不是另辟一块新天地 因为你用一样的logo 因为你是一样的品牌标示 因为你是一样的创始人 因为你是一样的企业文化搞出来的东西 你不可能一边 你说你车是高端化的 然后你的小米充电宝 你的小米净水器 你小米的电视 都在同级别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 你说你车单独是高端的 你无法自圆其说 对很多人也在讲 说小米汽车为什么不单独去做一个品牌 可能举的例子不太恰当 就像蔚来个阿尔卑斯是吧 但是其实这个 我觉得它如果换个品牌的话 它想起步就非常困难了 它的能启动会非常难 就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小米汽车完全是可以 它也不要做高端 它的主要的消费人群 应该是放在三五线城市 叫农村包围城市 我们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三五线城市 很多人不会去买戴森的吹风机 但是他一定会去买 长得像戴森的 200块钱的 100块钱的吹风机 但是前提是 这个机子一定要长得像戴森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个产品你看 长得像保时捷 但是它不一定是保时捷 那么同时它还是个大品牌 所以小米汽车 我们就讨论 有没有可能农村包围城市 把能量释放到三五线城市 从三五线城市开始步望点 然后往一线城市去反攻 有没有可能 三道我觉得你这招太狠了 我个人觉得 它的打法可能会常规一点 其实在我看来 它就很像小鹏的定位 在我看来 这个车就是小鹏的P7 你说小鹏P7 如果明年坐一换代 是不是就跟这车很像 你觉得小鹏最终 最走量的车会是P7吗 我认为也不是 只是现在在汽车产业 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今天 你电池成本 还没有降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然后你的很多的 这种半导体的东西 还在疯狂的迭代 还在疯狂的卷 很多软件 大家还在疯狂的试错 在这个时候 先坐比较高价的车 比较符合产业规律 小鹏和小米这类品牌 它今天努力的在20多万 30多万卖一些车型 是为了在明年后年 大后年 更多的在15万 12万卖很多的车 只是今天还不具备在15万 12万大卖特卖的条件 所以我们先来 上来先卖贵点的 这样把品牌 也能够更好的先塑造起来 中国大国情 你也知道十几万的车 永远是真正的国民车 可能再过几年 小米小鹏这些品牌 他们十几万的纯电 也能做的续航足够好 能耗足够好 综合产品的很好 到时候进入千家万户 我认为也是可以展望的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今天产品的发布 我不知道在整个产品 介绍的过程当中 有哪个点 是让你眼前一亮的 智能座舱 是我对它整个发布会 最关注的一个点 但是当看到智能座舱 那一块的时候 说实话 比看它介绍车子 还是有些更失望 我想听听 今天这个发布会 针对产品本身来讲的话 你觉得 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地方 我觉得最亮眼的是什么 很有意思 我觉得是设计 是设计 不是电机吗 它上来收了那么多电机 过去两三年 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电机 不断的刷新纪录 今天我们不过看到了 一个又一个记录 但这个记录 你知道六个月之内 你肯定会看到比它高的 有什么好稀奇的 如果我今天是小米 可能我也会先讲这个 重点讲这个 因为它自动驾驶 现在拿出来 能说自己天涯第一吗 不能吧 不行 对 它能说自己的电池管理 热管理 它能说续航天涯第一吗 电号天涯第一吗 不现实吧 而且电池核心技术 在宁德手上 对吧 在供应商手上 它能说它的整车的安全 天涯第一吗 对这沃尔沃肯定不同意 极客可能也不同意 可能很多企业会表达一些 不一样的这种意见 而且这种事情本身就是 很难透明化的去说明的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一个板上钉钉的 能够拿出来说事 在同级别确实做到第一名的 那不就是加速吗 那加速是什么造成的 那是不是电机造成的 所以我是它的话 我也先讲电机 好的 我们接下来讲讲设计 也是你想说的 就发布会里面 你对它影响最深的一个点 设计方面你怎么看 对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很多时候我们国内的科技公司 下场来搞车 搞到最后你发现 最最有特色的地方是设计 前有百度下场造车的 极月品牌的01和02 现在又轮到了小米 其实都给到我类似的感觉 虽然它是致敬了保时捷 有很多这方面的元素 但是毕竟人家风足做到了 对吧 0.195 非常优秀 非常惊人的情况 是全球最低 对 然后作为公司的第一台车 时间仅仁无重 赶日神的情况下 这个车确实正面 背面 侧面 现在内饰图也有部分流出 我们都网友已经看到 方向爬中空屏的这种图片 我觉得它设计没有犯什么错误 就你不能说它每个地方都是完美的 但我觉得它没有犯什么错误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 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 很多新品牌的第一款车 很多时候这方面是要交学费 是要走弯路的 所以我感觉设计其实很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 这个发布会 雷军除了他自己讲 他其实着重介绍了 设计团队的那些人的名字 他有给你介绍 三电团队的人的名字吗 电池团队的人的名字 自动驾驶团队的人的名字吗 都没有对吧 他那介绍了李田园 介绍了那些曾经在奔驰宝马 工作过的设计师的名字 有粉丝说期待小米的SUV 让我有一天能开上卡页 你这个话曾经在当年中态流行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说过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 希望你是个调侃 我们最后讲一下它的重点 就是小米的智能生态 它的整个的一个智能座舱 这人坐舱其实我前面已经说了我的观点了 就是看下来之后 我没有觉得有特别创意的地方 其次就是这些功能的场景化 他也说开放给第三方 我其实个人感觉就是 你的车卖的越多 可能你通过这台车就能带动你的货 你可能很多的一些车载的 小米的相关的一些配件 你就可以卖的出去了 虽然说我知道他也是在 想各种客户的利益点 客户的这种差异化的体验 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是人为创造的需求 我不知道亦然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我不太同意刚刚说的假设 就是说他把车卖好了 然后带生态链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是导致的 是他希望通过生态链的这种融合 帮助他的车尽量的卖好一点 为什么我说他不存在带货逻辑 因为车卖不了太多 你认为小米的车卖不了太多 你是跟整个的消费级产品的数量级比 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 我不是说看空小米 我的意思是天然来讲 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 丰田他一年能够卖的车是1000万台 全球的每年的新车 大概是8000万的规模 小米对吧 一年卖手机应该都是 我记得曾经是过过亿的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过亿的一个状态 天然来讲 这个车跟手机 完全不是一个素养机 那反过来讲 其实无论是华为介入到汽车 还是小米介入到汽车 他们在内部做战略的时候 他们认为他们比起那些 坐车做了很久的公司的一个重大的差异化的优势 就是他们除了这个车之外 他们还有其他的业务 而这些业务似乎具备某种化验反应的潜能 就是能够跟车结合在一起 并且产生一种生态化繁的效果 然而过去两年 正由于我也早就思考到这一点 所以我每次都带着浓烈的好奇心 在我遇到的每一个从事相关工作的人的私下见面的时候 我都会想办法从他们的嘴里 撬出那么一点点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当手机公司造车以后 到底这些生态的消费电子跟车 能结合出什么样的有趣的化验反应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但是我从来从来没有得到 真正让我心动的答案 也许是他们的保密工作 保密思维做得太强 也许是那件事情就像是乌托邦 它压根不存在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事情 就算不是乌托邦 也近乎于是某种可有可无的鸡肋式的幻想 当这个车辆它在行进过程当中 我觉得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耳朵去听 就是我们现在干的这个事情 就是咱们这个音频播客 我觉得是大有前途的 但是如果说有一天完全自动驾驶了 那当然了你在车子里面睡觉也好 跳舞也好 健身也好 那车的形态也会变 对吧 至少在我们目前肉眼可见 可以预判的可能3年5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它就是一个你只能是听 我首先肯定认为车和现在的互联网技术 消费电子的结合 它带来了体验的正向的增量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华为进入汽车行业 已经实战了有两年了 差不多 如果说这里存在一种聪明的场景 就是车加手机加生态链能玩出花来 请问今天它在问界和阿卫塔上在哪里 那个场景是什么 如果这里能搞出一个独特的 非常创新的令人 一样的杀手机功能 此刻我们应该大概率已经在问界上看到了 对吧 问界M9 在前几天刚刚在深圳发布 我也在现场 我认为它已经 极尽某种想象力之阶段性极限 给我们展现了 把各种消费电子塞进一个车里的结果 你比如说三刀 那你想象一下此刻你坐在你家里的写字桌 好吗 你那个写字桌上一共有几个用电的工具 笔记本 台式机 手机充电器 还有我直播用的什么补光灯 就这些小东西 我跟你差不多 我自己讲一讲 我这边有麦克风 我有台灯 我有一个从来不用的显示器 我有笔记本电脑 然后我顶上有吊灯 还有一个空调 对 然后我想说这些东西 在你今天的一台传统一点的 没那么时髦的车上 大部分应该都有了 兜了这么大一个弯子 我就想说 把现代汽车百年工业的结晶 已经做的实际上 带给了一个用户 在一个可以移动的空间里 其实比你的写字桌边更好的体验 该有的东西早就有了 不该有的东西 是你在写字间里的空间 一屁股坐那三个小时 你都不想要用的东西 因为你不用才会没有 对不对 那么既然你在写字间那一屁股 坐了三个小时都不用的东西 凭什么在车上坐了一两个小时 你就要用呢 有道理 刚刚我们是提到了 小米跟华为的这两家公司 客观点讲 就是怎么看 小米跟华为这两家公司 不用讲那么广 就只说汽车 就是在汽车这个产业内 我先抛一个我自己抛专引玉的观点 就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华为更有点像是想做成一个供应商 但实际上造车这件事情也是它的野心 因为供应商这一块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本身三种模式 对吧 从一个零部件的供应商到HR的模式 到现在的叫制选车 鸿蒙制行 其实谁都知道 它现在就是在造车 但是华为的所有的赋能 包括让中国整个的新能源的这种 从智能驾驶到智能车机 甚至到很多的一些零部件的 硬件的研发 软件的迭代 它都在做 可是小米我想来想去 它跟华为 它就不是在一个级别 一个段位 甚至于整个公司的发展方向 也完全不是一个调性的 我是觉得华为是更底层 有点像房子在做地基 买水管 做管道 你圈了一块地 华为过来帮你 把它整个的水路灌溉 给你做改造 但是小米 我感觉不是在做这件事情 小米更多的提供的 可能是一些服务性的东西 你怎么看这两家 就是在造车里面 公司上的区别 其实我会觉得 华为现在的战略 抛开它做基础通信 这些东西不谈 我会觉得它的战略 实际上非常像中国的苹果 苹果的战略 就是要把硬件 软件 内容 数据服务 闭环到一起 然后它舍得研发费 掏最贵的研发费 最贵的设计费 设计出相对领先和体验 独特的这种产品 我觉得华为 现在在中国 实际上在扮演 非常类似的一个状态 你看它自己提 叫九合一 什么类似的一个词 总之它实际上 也在试图闭环 你的生活 所以我认为 华为这个战略 它已经走得非常好了 它一定有动机 把这个战略 继续闭环到车这个领域 只不过我感觉 华为同时 光做整车也满足不了它 它可能还也想 在车领域 做一个很强的T1 这两个战略 我认为在华为 内部一直在打架 他们一边打架 一边互相扶持 有点像是一对 爱恨情仇的好基友 以后会咋样 我也说不清楚 但这里面 我发表一个观点 在这些行业里 最最顶尖的人 看来 汽车行业真面临 一个非常重大的洗牌 很多的T1以后 都保不住自己的生意 因为当车 从过去的分工 敬畏显明 对吧 主机场主要管理集成 和少量的核心零部件 大量的部件都包出去 到今天的智能电动车 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认为 今天的车 更加中央集权了 今天的这个车 你要把它做到足够好 它的大脑 必须要想办法控制 它所有的四肢 所有的末端 所有的手指 所有的指甲 才能够让它的能耗 它的智能 它的自动驾驶 它的各种的灯光体验 座椅体验 达到一个 灵力尽致的最优解 以前汽车行业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以前汽车行业 是脑子管脑子的 对吧 四肢管四肢的 该整合在一起的 比如说这大脑 跟发动机 跟车轮 跟转向的 整合到一起 但是很多地方 你比如说灯 你比如说很多的雷达 你比如说很多的 后视影像 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只是恰好拼装在一起 保持一种 非必要不联络的 这种状态 这是以前的车 但以后的车 它是一个更加 血乳交融的东西 那么谁能做好这个东西 答案是 只有在十字路口的 诊车场有能力 你不可能让零部件 去指挥诊车场 你只能让诊车场 指挥零部件 而诊车场 为了更好的指挥零部件 它就必须最后去做自研 做大量的自己的投入 对吧 软件这一汽车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 这句话实际上 省略一些潜台词 是软件要和大量的硬件 进行深度的整合 然后把这个车给造好 实际上硬件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出现的一个结局 就是华为最后 在两个业务的 不断的爱恨情仇下 最后还是把这个整车 给造在自己手里了 因为只为它把整车 真正的抓在自己手里 它能把这个车 造的真正的好 至于小米 我认为 它的战略 今天还看不了太清楚 我认为 按照这个公司 过去的逻辑 它一直是做 关键硬件 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非关键硬件 它交给生态链 车一定是关键硬件 所以我认为 它想掌握在自己手里 它会想把自己 做成一个 在车领域 它是一个carbrand 是一个汽车品牌 但是我认为 这个事情里边 会有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就是 当华为的车BU 做得很强势的时候 我认为 这个行业也可能会 呼唤另一个车BU 的竞争者 以便让生态实现平衡 也许在那个状态下 小米说不定 也可以做技术输出的 你看它能输出生态链 能输出 它们叫澎湃 HyperOS 对吧 它们把这些能力 也输送给这些传统车企 这些传统车企 也会欢迎 任何人都希望 自己在最关键的技术上 不要只有一个供应链 有一个选择 所以我认为 对 这个事情是 还挺难讲 汽车行业 确实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行业 它是一个 非常长跑的行业 造一代车 要好几年的时间 海外一般都是五年 中国人把它卷到了三年 但总体来讲 车远不像 那个手机这么快 手机八个月一代 所以在汽车行业的 一切的问题 我们可能要带着一个 尽量更长的视角来看 所以在汽车行业 我们做谈话节目 有的时候这个观点 也特别容易被误解 也注定被误解 因为当你说出 一个观点的时候 有的听众认为 你在说今天 有的听众认为 你在说六个月以后 有的听众认为 你在说十二个月以后 一个十二个月以后 或者二十四个月以后 对的话 在今天可能是非常荒谬的 所以经常被误解 所以经常说 什么人都能在说车了 水浅王把多 遍地说车歌 这正常